我是奇異果班的羅玉勳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羽夫和鯨羽夫 有一個薄薄爛爛的家裡 裡面坐著 老爺爺跟老奶奶 但是 但是 老爺爺看到 很可愛很可愛的鯨羽 他就把它點放了水裡 謝謝老爺爺放我在海裡 以後你要什麼東西我都點你 老奶奶知道這個事情 她就說老爺爺我要新的木牌 她就說好 她就去跟羽羊一個東西 她就拿回來了 但是 老婆婆她還要新的房子 老爺爺還去跟羽羽說 然後她又有一個新房子 她說太小了 還需要 城堡 她就去跟她說了 然後 然後 老奶奶就去城堡裡 跟老爺爺說 老爺爺說 老爺爺我還要 手機跟很多的東西 她就去跟羽羽說怎麼辦 老奶奶太貪心了 她就手裡可惜都不講話 她就變回了回來房子了 謝謝大家 我的故事講